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认识他 都叫他傻妞 这是好爱怪学士 叫出来了 傻的 傻的 傻子 头脑比较简单 想做什么事情非要去做 七年前大学毕业的朱虹 回到山莲村单愿村馆 对于被大家喊成傻妞 朱虹丝毫不介意 是傻才正常嘛 傻人有傻福 朱虹的日子过得乐乐 就连练太极在他的眼里 也是趣味十足 朱虹性格直爽 很容易和人打成一片 然后村里有些人提起朱虹以前干的事 却有着不同的评价 可就是这个被称为傻妞的朱虹 在当地却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这是七年前的山莲村 当时山莲村是当地 以脏乱差文明的贫困村 负债一千多万元 联村委会办公楼 也抵债给了银行 2014年 山莲村已经成为乡村旅游的胜地 全村乡村游的营业额达到两千六百多万元 被评为江苏省最美的乡村之一 而这一切的变化 都和朱虹有关 2014年4月28号 记者来采访时 正由江苏省徐州市虽宁县 六十多位大学生村官到山莲村参观 记者发现 朱虹在他们中间人气很高 我们村官互相都有交流的 觉得这个人很厉害 干事挺有作为的 而且这次两会 他也当写咱们全国大代表 都是我们村官的榜样 这个被很多村民称为傻妞的朱虹 是如何在山莲村改变村庄面貌 并带领村民致富的呢 2006年 朱虹从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工程专业毕业后 进入无锡一家4S店工作 由于业细突出 工作一年的朱虹就被提升为前台主管 然而2007年9月 朱虹平静的生活却被一个陌生来电中断 当接到接电话的时候就觉得很震惊 我而且学的专业又跟农业没关系 而且我学的汽车工程 那突然之间叫我回到村里去呢 就觉得就一愣 他叫吴岳平 就是给朱虹打电话的那个人 是朱虹老家山莲村的村之书 当时吴岳平正为山莲村 如何建设新农村而发愁 2017年7月23号 朱虹在山莲村预备党员转政大会上的发言 让吴岳平眼前一亮 他认为就是说 以农业来把我们这个村来打造 发生我们那个农业工程乡村里有 肯定有前途 朱虹的话打动了吴岳平 他邀请朱虹到山莲村工作 吴岳平在山莲村很有威望 他的赏识让22岁的朱虹很兴奋 他来邀请我 我觉得这是一种信任 我觉得人家对我信任的 我这种人就是属于很认真的那种 我在想我22岁 如果我回来 如果我做个一年 确实农村工作不适合我 然后且自己也没有做出什么成绩 那我肯定会选择再离开 朱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2007年10月回到山莲村担任村官 可是家里只有丈夫一个人 支持朱虹的决定 实际上讲的那个点 做官谁都乐意的 前自己在农村的时候 觉得一个村官官不大 但是也可以去指挥这个 指挥那个也蛮好的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 出乎了丈夫的预料 朱虹一回来 就把村里搅得天翻地覆 还给家里惹来了麻烦 都堵到家里来 跑到家里来吵来闹来闹 就坐在你家里陪你聊 我怎么会是躲到楼上 图腾啊 在这图腾是什么 大声大话的到我家来闹你啊 没办法呀 你要做了这个工作 你做地马头我也做人呀 有的时候像我们有不好讲 你不要到家里来 到村里面去 找到朱虹家的人 都是在村里办企业的老板 朱虹的母亲忙着劝为 找上门来的这些人 父亲和丈夫干脆躲到家里的楼上 我觉得这是我的工作 我不是为我自己做的 我是为我们一个集体 所以对我来说 不会害怕 不会紧张 他叫汪渝 是到朱虹家找他的人之一 在山连村经营一家塑料厂 2008年5月 刚回村担任村官的朱虹 来到汪渝的工厂 说要拆迁 并且限期一个月 你必须要搬走 全部搬走 你这边场地 我要叫挖鸡进来 要倒坪的 你这个小姑娘 我都不认识她说实话 我都不知道是 她是干的哪 工厂停工拆迁 不仅意味着 无法及时供货给外面的销售商 安置和拆迁费用都是问题 一个月根本不可能 汪渝憋着火气 和朱虹谈工厂安置和停工的 损失赔偿等问题 却发现 朱虹是一问三不知 什么都不懂 拍什么啊 她说 对吧 还要拍什么 她也不懂 跟她讲也没用 我说那你知道 懂的人该过来讲 反正就是脸一板 就下来了 就那个了 她就很直接地说 叫你们书记来跟我讲 她说我觉得好像 他们就是看不起我 就觉得好像 你太年轻 没有精力 又不会说话 就是可能得罪到他们了 拆迁厂房 是朱虹上任后 接手的第一个任务 三连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 示范试点 计划打造以农家乐 农家客栈 休闲观光为主的乡村旅游 吸引无锡市 以及苏州 上海等周边城市的居民 按规划 核心景区内的塑料厂 印燃厂 标牌厂等 九家企业需要拆迁 村委会将这项任务 交给了朱虹 朱虹却没有想到一上任 便碰上了钉子 我才刚到村里来做事情 碰到这种小事 就把自己打垮了 就不像我的性格 觉得我会再去再来 继续努力 两天时间 朱虹陆续给这九家企业 发了拆迁通知 统统限期一个月 企业负责人被惹急了 一起堵到朱虹的家里 本来我们长期好好的 回来以后都回掉 宋南天一点 这里有些老书记 那些新书记 对我们都很尊重的 说实话 对吧 这不个小贯 你竟然就能够这样 冲我们这样 人家就觉得你一个小小头 你又不是村里面的 什么大领导 也是只是刚刚来的一个 你凭什么在我们这边 指手画脚 凭什么要指这个 指那个 我觉得他们说的也对 看着这些企业负责人 气得够呛 朱虹意识到 自己的工作方法 可能出了问题 他找到村志书 淘教经验后 认真学习了新农村建设 农村集体资产用地 和拆迁相关的法律法规 五天之后 朱虹再次找到了汪渝 第二次过来 态度好像就不像以前 第一次过来了 第一次过来 就是有点忙忙忙忙忙 过来就是那种 第二次来的主要 就为了这个 就是怎么帮你 赔偿你 怎么搞 怎么安置个地方里面 就帮我们考虑了呢 朱虹的这次转变 赢得了汪渝的认可 紧接着 朱虹相继说服了 其他八家企业拆迁 朱虹知道 想要发展乡村油 环境是关键 2008年 山莲村村委 通过新农村示范项目 向建设局 交通局等部门 申请了四百多万元资金 修建公路 进行村庄整治 大家都等着朱虹 接下来的大动作 而朱虹却盯上了 村里修工路 留下的七个 像这样长满草的坑 丁声称 靠着七个坑 就能做成 乡村旅游来挣钱 他七个坑 他搞了半天 不知道他搞什么东西 他搞什么名堂 那个小木丫头 我想那个乡村旅游 搞那个坑干嘛呢 警察在那边 倒户一个小姑娘 男的都是草啊 什么乱七八糟 也不像样子 你这种钱 都不是白白的浪费在那里吗 长的长 方的方 大的大 小的小 但是有一个 就是看上去 是吃在一起的 所以就是 如果我养什么的话 能行得成规模 我当时我就想 如果他们看不上 我就筑钞引缝 我就把坑挖好 这七个大小不同的池塘 就是朱虹雇雇了两台挖机 由村委出资三十多万元 连续作业两个月 将原来的七个坑 挖掘改造成的 朱虹从网上了解到 养殖小龙虾效益不错 2009年6月 朱虹从江苏省须鱼县 买了四万元的龙虾苗 投放到七个池塘 朱虹为了让小龙虾长得好 并保证池塘的水质 就像这样精心准备 喂龙虾的食物 喂点那个四螺肉啊 然后喂点那个小鱼啊 把小鱼搅碎 然后呢 然后就是那个南瓜 还有呢 就是那个草 也要放点草 朱虹的喂法 和一般养龙虾喂食饲料 用饭店剩下的饭菜相比 成本要高出至少20% 朱虹的心思全在龙虾上 很少有时间打完自己 一到夏天就被太阳晒得很黑 我觉得我是挺白点 你看 那个夏天晒下 不是晒成 非洲的东西 怎么不涂防晒霜呢 我没这个爱好 我觉得涂 涂这种防晒霜 涂什么东西 很费神 很费时间 早上如果我有点事 我洗个脸 吃个早餐 提天拼地就出来了 如果还要涂什么 涂什么 最起码花出来 我半个小时 把它泡到水里面 然而很多村民 看着朱虹这样喂龙虾 成本太高 都很心急 成本们高 饲料们喂得好 它卖家其他人家 就是不卖它障养 养出来有是有的 就是没人要 你要说价格高的话 谁来买 当地的龙虾 基本都从江苏省徐云县进货 徐云龙虾的规模 名气 都比朱虹养的龙虾大 而且卖家更便宜 村民都劝朱虹 赶紧别养龙虾 目以成钩嘛 话说出去了 坑也挖好了 我准备就是大展前脚来干的 你说你突然之间让我停下来 我从来不愿意做半途熬费的事 尽管知道成本高 但朱虹认为 要发展乡村油 就不能污染池塘的水质 他必须按照他的方式继续养 村民担心朱虹的龙虾卖不出去 其实朱虹早有打算 他叫陈军丽 山连村的村民 2010年3月 离龙虾上市还有一个月 朱虹带着村委会的一万元现金 找到陈军丽 说想租他村里闲置的房子 开农家乐 陈军丽房子的位置 就在村子规划景区的核心地段 但陈军丽不愿意租给朱虹 因为几十年到这里边 都是那个比较低色的地方 山下肯定不久以来 也这个问题 有了风险亏了 我也没有面子 那你开城公的前提是什么 你得先找房子 你连第一步你都没做 你后面不是成空的了吗 所以我第一步 实在必须要拿下来 如果我成功了 那说明还有第二家 第三家 第四家 第五家 甚至更多的农家乐 起来 那以后我不就变成了 工程了吗 朱虹一定要拿下陈军丽的房子 一个星期 朱虹连续跑了四趟陈军丽家 陈军丽都不答应 可是朱虹第五次来的时候 陈军丽不仅同意租给他 而且还不要租金 我隔去他们肯定租不长 因为他那个年轻 年轻的房子好 想到哪里就哪里 我没有叫他走进什么东西的 陈军丽经不住朱虹软磨硬泡 又觉得朱虹压根干不长 所以干脆连租金都懒得收了 朱虹的农家乐开张后 生意十分火爆 原来朱虹早就想好将农家乐和龙虾相结合 打造以龙虾为招牌菜的农家乐 当时就在想唯一的一个办法 自产 自销 我觉得这样也好 以其在自己销不掉的情况下 要求人家 还不求自己 朱虹四处学习研究龙虾的吃法做法 开发出十三香 蒜泥 椒盐 咸菜龙虾等十多种口味 朱虹通过无锡的广播和报纸等媒体 向市民推出免费试吃小龙虾游乡村的活动 打响品牌后 龙虾乐一个月最高的营业额达到一百多万元 然而村民陈军丽没想到的是 半年后 朱虹又把开起来的龙虾乐交给他经营 一些村民看着朱虹开龙虾乐挣钱 也纷纷笑发 两年时间 山连村龙虾乐的数量达到二十二家 形成了龙虾一条街 它是就是吃龙虾的一条街嘛 然后说我们这里就是很有名 然后我是听朋友介绍过来 第一这里的龙虾好吃 第二这个环境特别的 三里菜的龙虾OK 吃龙虾带火了乡村油 池塘养的龙虾根本就不够卖 2010年10月 朱虹干脆将七个池塘 承包给开龙家乐的村民 开发成钓龙虾钓鱼的休闲区域 二十二家农家乐 一年的营业额达到一千七百多万元 2010年11月 山连村里竖起了这块大招牌 立刻引来了村民的围观 看完之后 村民都说 朱虹这个傻妞又开始犯傻了 打造乡村动物园 这个让朱虹兴奋无比的计划 还没有开始 朱虹就为钱犯了难 你要筹集这么多动物 都要花钱买的 机其实不贵 但是我没想到水牛也贵 一头牛又一万多 所以当时就在讲 这个钱怎么办 伍德义赵德彪 在山连村分别开电动车配件公司 和服装加工厂 2011年12月 朱虹找到了他们两人 希望他们帮助乡村动物园 愿养动物 老板嘛 他有钱 他也不在乎这花个几千 花个一万的 就当养宠物了 养的动物园 我想这样又能节约钱 而且呢 还能每年问他们要点抚养费 大这儿 每人领验一个 水牛啊 什么动物都有的了 城市里面 房子啊 不够大了 没地方养 然后我们觉得 这东西挺有意思的 我说那好吧 朱虹原本只是找 伍德义日养动物 没想到 伍德义却对朱虹 办动物园的想法 很感兴趣 主动提出投资160万元 并每年向村里 交十万元租金 把动物园承包下来 2012年5月 乡村动物园开张了 村民都赶来看热 可是一看 大家都直摇头 狮子老虎啊 那一类的东西嘛 才成动物园嘛 你这种动物园 鸡啊呀 像我们农村们也 都有的嘛 这种东西 肯定不受欢迎的嘛 我们农村家家都有 开一个大个动物园 看到怎么收场 看笑话了 他们不稀奇 我做乡村旅 我吸引的 不是他们 我吸引外面的 城里的人 城里的小朋友 城里的大人 带着小朋友到乡村来 因为它城里没有嘛 你见过城里 养猪养鸡吗 没有吧 大家都不看好 可是乡村动物园 开张之后 不仅生意红火 还让整个乡村游的营业额 提高了近20% 那个空气很清新啊 然后人在这边就很放松 对小朋友的成长 什么都有帮助吧 好玩 因为小动物好可爱 是我们小时候 都见过的动物 所以感觉比较亲切 所以乡牛 因为我属牛 猪虹伴乡村动物园 不是为了卖门票 而是打造成 乡村游的一个新亮点 吸引游客 起来游玩 猪虹同时开发了 一系列的游玩项目 将吃猪油 打包成不同价位的套餐 供游客选择 而动物园 更是成为山连村 卖农产品的展台 我养了这么多鸡 你以为我鸡养 真的是看的 人家来了以后 人家会问 你这个动物园的鸡卖吗 卖 这个鸭子鹅卖吗 卖 我们这边很多农甸 都有些都是从动物园 去动物园来拿的 每次人家到农家 都去吃饭 我就给人家介绍 这是我们乡村动物园的猪 肉质是不一样的 吃的也是不一样的 是猪之精品 这个也带动他们就业了 而且还能把我们当地的 一些鸡鸭鹅卖点出去 猪虹将菊花 鸡蛋 鱼干等农副产品 做成特产销售 2014年 山连村200多位村民 加入到乡村游猪 餐饮住宿旅游 接待的营业收入 达到2600多万元 对于未来 猪虹有更多的期待 我希望我的乡村旅游 能做到什么 就像你们远到来的客人 你们到这边 就像走亲戚一样 在路上碰到的每个村民 他都能给你介绍 我们村乡村旅游 有哪些 有哪些吃的 可以住哪里 有哪些玩的 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我的乡村旅游 就做成功了 而且就可以世世代代的也传下去 大学生村官 现在是一个群体 有的人是找到了自己的岗位 但有的人现在还在迷茫当中 朱宏的成功的典型 就是在于 大学生村官 用他的知识 利用这个政府搭建的平台 可以去引领整个全村的老百姓 发家自负 所以他的这个 不是他个人的这个成功 他这个创业成功以后 就是可以引导整个全村的老百姓 都去创业 肯吃苦 对人要真心 诚心 最基本的 首先要不怕吃苦 这是最最基本的 因为你如果怕吃苦 你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还有第二个 你这个人一定要真诚 就是人家来了 你如果叫我这样做个农家的创业 人家来了 不管是哪里来的客人 不管是他在你这边消费多 消费少 你都要很真诚 很热心的去服务人家 从2008年我国全面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以来 有30多万大学生走上了村官的岗位 和朱宏一样 他们选择在农村这个舞台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好的朋友们 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浏览查询 好的朋友们 广告之后 一起来看制服经 下期节目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为了一个商机 他险些搭上一条命 倒架的脖子上 真的倒砍下去我就没命了 大难不死 他的经营理念被彻底颠覆 从此做生意 行行得手 虽然说砸了自己的饭碗 但是他的事业做得越来越大 他没有做到不好的事 他没换下工作 我都觉得他做得挺好 真的很好 他就是他的成功 看周南新如何改变生意理念 创造意外财富 他掉下期的资料 他真的没给了 他没做过 他们叫做宣诞